早上7時多 立即有醫生進來跟我說報告 發現有陰影 那一刻我哭了出來 醫生跟邵輪說 身體內的黑影是一個血管扭 壓著神經線 很可能會終身癱瘓 邵輪的生活大受影響 明明看到升降機在那裡 但竟然走到那位置 竟然要下樓梯或上樓梯才到升降機 又要出去找路 以為生命走到下坡 其實只不過好像剛剛點火的蠟燭 只是無煙並未燃亮 碰上百落才是轉捏點的真正開始 受傷之前,坦白說沒有夢想 進來劍擊後,我被人收服了 令我的性格有改變 沒那麼再調後劍慘手 其實我在學校只能吃那幾元 然後儲了20元 儲了一把劍一把劍地儲回來 如果沒有劍隊 坦白說,我做人的態度 我不會有那麼大的轉變 會說為了快牌才去練習 反而我會為了… 我想練好劍,快牌才會來的 輪椅劍擊運動員梁少倫 2011年加入廣隊受訓,進步神速 除即獲派代表香港參加海外賽事 勇奪多個獎項 被譽為輪椅劍壇未來新星 他第一次憑自己努力可以入到八強 我覺得以一個打了不太久的人 我覺得很佩服他 我覺得他是一個 也算對劍擊比較有聰明的人 因為他其實練習了很短的時間 但他的水平也大大提升了很多 因為劍捷這個項目 和其他項目不一樣 他對運動員的綜合性反應要求比較高 他是比較適合於練人意劍捷的 百樂尚有,但千里萬不尚有 其實我也挺幸運 兆輪也是一匹 尚在尚在獨鵝的千里萬 1、2、3、4、1 1、2… 8、4、3、4、2、3、5、8、3、4、5、5、5、9、2、4… We are not what you think we are We are gol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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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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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